就那个没那个灵 所以我说我是第一人 我是第一人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同学做一个分享 因为那个中杰博士呢 他在去年10月上旬的时候 有到我们公司来做演讲 因为呢我们非常认同这个中杰博士在能量上面的成就跟造语 还有帮助的很多的人 那我们是做光波贴片是走能量的 所以就请博士来跟我们演讲 那我们能够认识能量是什么东西 那其实博士也就博士那时候已经80几岁了 那我们特地在这个讲台上呢就放了一个椅子 怕他体力不支 他来的时候主着拐杖来这样 那就让他坐在台上讲 那他从这个非常尽心的从能量是什么 讲到现在市面上很多能量的产品 怎么去分辨真伪到这个他的这个著作 等讲到这个节真道的时候 他的发明的时候 非常热情他就站起来了 就变成一个50岁的 老先生非常的有能量 非常的激动 然后就收足舞蹈 就把他的节真道都讲了一遍 那所以呢他说这个 他也要求自己只能用三个穴道最多 所以我每次上 后来我去上刘老师的课 听到刘老师说 这个用医跟这个神医的差别 就在用个穴道 这个用医可能要扎很多针 或是做很多地方 那神医呢就要三个穴道以内 这样我就想起来 中杰博士讲了这段话 所以刘老师真的是 中杰博士的这个离产的大弟子 真的吧 中杰博士的这个 这个理论都讲得非常清楚 不过很遗憾就是 一个多月后 他就搬去跟上帝一起住这样 去做上帝的邻居 所以他最后一场对外的演讲 我们很荣幸可以听得到 所以我后来就 听到刘老师要开课 就赶快来上课 所以我上完这个课程 真的觉得说很简便 因为这个开关真的很好记 因为就不多 不然我上了很多金诺课 都背不起来 但是上了他的课以后呢 上了两次就全部都背起来 而且随时随地可以帮助人家一下 像刚刚那位姐姐 她叫李美琳 好巧 她因为有点缺氧不舒服 那我们就用这些开关帮忙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开关的课程 博士很用心累积了很多的临床经验 然后把它整理出来 那也谢谢刘老师愿意发阅 把它传承下来给大家 那也希望很多人都可以再分享出去 一起来学习 一起再把这个终结博士爱心再传